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她结识了云林姑娘成为了台湾女婿 也把料理完美台港融合 花了半年时间研发的蒜香黑蒜鸡跟脆皮猪脚 成为了五星级饭店的超级人气 我爸妈要久远一点 久远一点 它表皮还蛮脆 可是等吃到肉的时候就入口即化就还蛮神奇的 更厉害的是它这个酥皮咬进去以后 它的肥肉划开了 就吃起来是黏的 这个强酥那个皮就很脆啊 咬下去的瞬间 那个蒜头的香味是突然很像爆发出来 这样的感觉 真的 一边看着一边吞口水 只要你会一直整天老鸡里面就一直在想 想这么严慌 现在也什么情况 想要一个东西不一样 是属于自己想的东西 还有一个树啊 四桌一个树啊 四桌一个树 OK 不要乱 不要乱 下来喇了 下来喇了 稳定军心 确保出菜流程顺畅 煮出陈俊贤紧盯每个环节 一有空缺 马上自己补胃 今天有人突然间休息了 所以不要我们的比较小 跟他讲外带全都好了 午餐时间 厨房力超级忙碌 终于打完一仗 休息时也没闲着 不断思考修正菜色 这道蒜香黑蒜鸡 正是他精心研发的料理之一 人气超旺 最高纪录一天卖出30只 我觉得鸡鸡要创新了 而且台湾的黑鸡 就有一个很补补的感觉 然后你再融合在广州 再用一个炸鸡 很特别的东西给它 结果还不错 因为香港根本 人家不会用黑鸡 黑蒜头 用来做脆皮鸡的 于是广东菜系 传统观念只能用来煮汤的乌骨鸡 在陈俊贤的创意下 变成欧鸣欧鸣闪闪发亮 剁开 蒜香串出 这皮薄如脂而酥脆 鸡肉却鲜嫩多汁 陶客说好吃到连软骨都可光光 咬下去的瞬间 那个蒜头的香味是 突然很像迸发出来一样的感觉 对 就像小当家那样 对 有经验到 每一口都有 我觉得这不太容易是因为 如果你觉得只是表层 有那个蒜头的味道就算了 可是它不是 它是每一口 你每咬每一口肉都会有 要用蒜味做鸡的话 入味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通常就是只附着在皮上 可是它可以渗入到肉质里面 你在咀嚼肉的时候 那个鲜嫩度跟软嫩 跟它那个黑蒜的入味 完全就是附着在这个肉上头 真的一边看着一边吞口水 蒜香渗入每一丝肉质的黑蒜机 做法可废公了 像这样一整颗的黑大蒜和白大蒜 要十多颗 嚼碎放进鸡肚子里 腌三天 最难入味就是松肉跟鸡腿这个东西 所以要把它戳破 把那个味道戳进去来这边的位置 腌的时候就这样放 全部都入味了 对 这样放的时候 它就慢慢积松了入味 然后里面外面那个两个腿都入味 对对对 三天之后 你根本连骨头里面都有味道 小一天你就味道不够了 没有进到里面 多一天你就太重了 所以也是应该经过研发很久 腌好汆烫一下让鸡皮微缩 再淋醋水 再风干四个小时 皮肤紧实到几乎看不到毛孔 完全封住肉汁 接下来还要油风 油温150度 然后就让它泡大概是20分钟就好 那150度的油温 慢慢的降温这样子 对对对 慢慢的降温 差不多20分钟就熟了 刚刚好 对 激素 激素好就不会焦掉 油风后外皮还要抢酥 才能内外兼顾 这个抢酥那个皮 这个皮就会怎么样 就会很脆啊 如果你不抢酥那个皮 里面就会很油啊 很油就不会好吃了 吃下去的时候就会有油啊 你做这个位置就是什么方法 你就要试着来创新嘛 想要一个东西不一样 是属于自己想的东西 怎么研发生菜 什么情况下 一个一个研究完老就这个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就是会一直在想那个菜单 想到快一点了还不洗澡 比较有蒜头味 然后讲话也有蒜头味 全身都蒜头味 对 这样做么持续多久啊 三个月以上有了 就是在研发这道菜这样 对对对 很投入 很投入 用心研发的料理 成为饭店的超级招牌 还有这道脆皮猪脚也大受欢迎 尾巴要走远一点 远一点 这个就是把它的水分炸出来 精选130斤左右的猪前脚 控制火候和油温 泡脚上面它的肉味太干了 所以一定拉上来 你要拎扭 只有表面里面都不会影响到 这个是关键 是关键的 你再讲出来 就糟糕了 反复淋油逼出水分和油脂 最后还要抢酥表皮 炸的时候里面的水分还是会有 所以一定要把它列进 淋淋淋淋到水分没有 表面才会酥 会很像是那种做烤乳猪的 那种麻皮的那种口感 它脆而不硬 更厉害的是它这个酥皮 咬进去以后 它的肥肉化开了 就吃起来是棉的 所以你酥皮的这个脆度 加上底面的棉 这咬下去的口感它很特别 像是一个脆饼包了一个馅在里面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主厨Sam 今天为大家桌边服务 请安静 脆皮猪脚还有桌边服务 听着咔子咔子声音 好香 一直听到那个台湿台 对啊 好想吃喔 因为它表皮还蛮脆 可是等吃到肉的时候 就入口即化 这还蛮神奇的 有的很腻啊 可是它这个炸的就会刚刚好 会让你不顾心这样吃吗 不是 重点是它炸了以后 它那个油的部分 还这样浅浅的存在 又脆又一点点黏 酥脆软嫩又齿颊留香的脆皮猪脚 还可以专酱吃 主厨自制三种酱 任君选择 油脖因为又酸酸的 然后又加上脆脆 又加上咸咸的 那就是有三种不同的程式 可以去体验 还蛮 蛮爽的 可以配油脖 确实还蛮意想不到的 那另外一个是辣根酱 酸味大鱼 辣味 反而可以取代酸菜 这两种酱搭配猪脚 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的 简腻耶 虽然它不腻 但是你会一直想要再继续吃下去 就是要让客人吃起来不单调 原来这可是花了主厨半年时间 手不清对着多少只猪脚伤脑筋 才把凹路猪脚偏硬的缺点改掉 让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个过瘾 一直吃 都抄下来 这个多久 多久 一起再抄 慢慢吃 慢慢吃 所以改良度现在我觉得是还有九十几份 九十一啦 不用太高了 不断研发新菜 改良突破 用美食带客人的味蕾到处旅行 主厨陈俊贤厨龄三十年 至今主持过上千场宴席 这样一位无心级饭店大厨 刚来台湾时 一声自豪的广东菜功夫 却被台湾客嫌到不行 他说 哇 师傅 太闲了 我眼神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生气 没有关系 我先淡一点这个主意去 然后进来还是闲 闲到苦 又有那么严重嘛 后来第二次他还是觉得闲 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有问题 自信满满的厨艺在台湾却被嫌弃 加上口音 生活习惯大不同 让乐观的他也不免挫折 人生地不熟啊 讲话就是根本就是 老实说 你看我现在讲国语都是粒粒辣辣 就是讲得不好 然后刚刚过来的时候 根本就不太会讲 连教材 吃饭都是有问题的 人家有时候比一些手语 还好我懂字 中国字 我看来懂不懂就差 我妈跟我朋友 我妈就是他那样都讲到傻孩子 就是广东话就是 傻宅 傻孩子 怎样怎样就好了嘛 然后听到妈妈讲一个鼓励的话 就算它是普通一句话 对你来讲就是很大的鼓励 除了和妈妈通电话抚慰心情 她也会做这一道 咸鱼激励豆腐堡 疏解郁闷 这个我妈妈的拿手菜 我妈妈煮得很好吃啊 但是这个是进阶版 就是炸完豆腐之后 我把它烫过水 然后油尽量去除 那吃味道会让你想到妈妈的味道 不会啊 每一期煮都会 都会想起啊 我妈妈很会煮这道菜 有一个童年的回忆啦 透过妈妈拿手菜 解香愁 还有个地方也让它倍感温馨 美女 美女 港仔要来了 大厨来了啦 这个台湾叫水... 水什么... 水什么菜 水硬菜 水硬菜 一口就这样 这个 他不用讲 我一听就知道他要买 我要一起找 一起找他 我主要问他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他就会拿出来 港仔就是要这一种 对不对 因为这个我们香港人 大部分用这个煮汤 很好 但是在台湾很难买到吗 好喝 很难买到 尤其是那个什么青萝卜 我们来着喜欢青红萝卜煮汤 青红萝卜 再去拿 我宝贝很多的 对... 有这种东西 有没有看过 这个煮汤很好喝 我妈他们都常来买 对啊 很开心啊 就是我讲什么都一定懂 不用你讲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了 很有成就感啊 对不对 卖东西有人欣赏我们东西啊 对不对 是不是很棒 甚至变成好朋友有没有 有啊 很好啊 对 刚才客人马上来说栗子怎么煮 就马上出风吹给他 三不五说打电话来 有什么新的好的东西 他都跟我讲 你下来看 娃娃菜又有这种又有这种 又有这种 又有这种 哇 你说哪一种 所以大部分我都来给你找 是比较特别的东西 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也品尝了很多的台菜 慢慢的台式港式料理 在不断自我突破的陈俊贤身上 产生了化学变化 台港融合像这锅胡椒猪肚汤 说是正同广东菜的老汤品 却要让喝的人很惊奇 以为它是牛奶煲汤 还是牛奶火锅 可是其实它不是 它就是个很有 胡椒味的四神汤 重点是在后面 因为你喝了两口以后 突然有一股辣进上来 我一股吗 胡椒味 对… 从后面突然飘出来 然后你就开始整身发热 哇 这个冬天 真的吃得会那个暖乎乎的 我喜欢就是没有那种味道 因为我本来 我比较怕吃辣 可是它给我感觉是 它只是 这样摸一下 你的味觉 那个辣味就走 我觉得师傅很厉害的一点就是 它是香港喵喵的 但是它有把一些 台湾人喜欢的味道放进去 比如说就是 它可能就白胡椒粉 胡椒粉是台菜也是 当汤品上头也下很重的东西 道地港式汤品 陈主厨舍弃的猪肚汤 惯用的姜片和酸菜 敢用大骨熬汤 加入大量的胡椒 台味大提升也大受欢迎 这个酥酥汤如果煮无椒的话 我会加一点这个 用大骨汤来熬 喝起来比较浓郁 这是最好的醒酒汤 醒酒汤 对 醒酒 喝酒的酒 洗脚的 来台二十个年头 国语还是讲不溜 但在料理完创意可是一流 吃过他的菜几乎百分百上瘾 其实台港融合 还有个陈俊贤 没说出口的动力 他的台湾老婆苏秀明 本来是认识都是广东人 在煮广东菜 变得认识一个 台湾人 对 你也想煮一个好东西 给他吃的时候 慢慢就变成 结合 那个广东菜 就融在一起 对对对 融在一起就是好像 这个打他十一 要么融合在一起 人生就是那么有趣 我觉得只能这样讲 舒淇两个人相识的过程 也很有趣 顶上三千烦恼丝 算是没人 最主要就是 他是理髮师 他的技术很厉害 为什么厉害 因为他从你没有 就是头发不多的时候 慢慢剪剪出来 看起来头发好像变多 我觉得 哇 既然他可以 齐齐为生的这样子 我就娶他这样子 那时候剪的发型 是这边很 这边 这边比较 就推短 推短 然后这边就是上面 就有一点刺蝟头 那时候 当时很流行刺蝟头 然后现在就是 发型的话 比较不能改变的话 就是直接用推的了 只会说广东话 也许是隔阂 却也让老婆 对当时的陈俊贤印象深刻 你进来跟他讲剪 剪好看一点就对了 真的喔 对啊 那你听得懂吗 就是 听不太懂 可是还是就是 会拿发型书 跟他讲说 你要剪这个 还是这个 他有一个朋友叫阿佩 然后我就问他朋友说 他到底在讲什么 我听不到 所以纯粹吃饭 聊天都不聊 对 对 他每次约会的话 就有一个电灯泡 就是大观才有有翻译 让我慢慢吸引的是 他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很活泼 很有趣的人 然后其实他就是 还蛮用心的啦 会想要用台语跟我妈妈聊 其实聊了我妈妈 最简单的 他听得懂 阿佩你好 阿佩你吃饭 就是最简单的 然后我 我妈妈就听得很高兴 国语都不太会说了 这个用心的港仔 还想挑战台语 当然又惹出了不少笑话 有一句很好笑 跟我家母人家聊天 聊聊天 聊聊天 我跟他讲台语 我说你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 然后转个头 问他女人 他说什么 比如说拿菜 他就拿菜头 两个就会傻笑在那边 会傻笑 然后傻笑 然后再看我说 是你说什么 对 就是这样 千充朴实 又认真积极的可爱个性 深深掳获了云林姑娘的心 当了云林女婿 对台湾粮仓 云林所产的食材 也情有独钟 有一些煮 用蒜头的东西 萝卜的东西 我一定会去选云林 东西有达克有漂亮 我觉得都会选 少选 像是蒜香黑蒜机 用了大蒜 和过年时 要用掉一顿萝卜的萝卜糕 萝卜丝酥 就是最好的例子 酥酥的千层外皮 剥开满满真材实料的萝卜丝 还看得到葱和胡椒粒 好像对着你喊着 快来吃我吧 做法纯手工 同样超级繁复 桃丝后还得淹盐巴去清 冲水脱水切碎 再拌进精华火腿 虾米葱和猪油 必须要纯手工 才能拌得均匀 连皮也马虎不得 那为什么包两个这样的 包起来才会有层次 那里面是油腥 里面是猪油跟那个面粉 那外面这一层是那个水皮 水分比较多这样 对 安部就班 揉捏 推平 擀皮 靠的是师傅四十多年的手擀功夫 巧手捏得浑云饱满 转好芝麻送入烤箱 烤后一口咬下 怎能不敢动啊 白萝卜味道很重 但是很清爽 吃完的时候 白萝卜味道还会留在口中 现在陈俊贤玩料理 台湾味更浓了 有 非常抬 抬很好啊 对啊 对 一种家乡味的感觉 厨师来讲研发都有 大家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也会有成就感 对 这个是最大的力量 陈俊跟人家说 陈师傅好吃喔 我就很高兴 从被嫌弃到被指定 陈俊贤已经抓住韬客味蕾 未来他要研发更多的私房家菜宴 让大家不断吃到惊喜 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位在台北市万华 长长的华溪街走道地 有一间超过五十年的甜汤老店 第一代老板娘人称阿菜妈 用这摊子养活了一家八口 到老年却罹患了失智症 从银行主管退休的儿子柯德龙 不忍心妈妈的老味道失传 决定要回家守护古早味 也把妈妈的坚持和蒙甲的故事 继续地传递下去 来这喝甜汤还可以听说一说 又觉得好吃啊 好吃不需要喂什么 好多大 这个要烹饪 要煮到汤要洗到清洗 阿嬷传下来 阿嬷有狗子 我就回来就是照顾老婆 照顾父母亲 然后把这个老口味把它延续下去 也是文化的一环 金黄色米糕粥在锅里美得冒泡 伴随烟雾缭绕 以及暖暖甜甜的米糕香 让人闻了就暖起来 因为糯米有强的延展性 它会慢慢地 越煮越稠 我越煮越稠 稠到一个程度就叫菇 所以叫米糕味 让糯米伸展 米香完全释放 老板坚持小火慢熬焖煮 用时间换取味觉视觉 以及嗅觉的最高享受 就是你会不知不觉 一口接一口吃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你会每次只要有机会 你就会想要来吃 让人不知不觉吃个不停的 还有这红豆汤 农存诱人的色泽冒着白烟 谁可以抗拒啊 你看 非常漂亮的红豆 有一点豆沙 豆粒又没有破掉 现在的红豆是 吹坦克 对 吹坦克 那个壳都是软的 入口就会化掉 它的煮得很够 刚刚好 我吃了好几年了 客人占不绝口的红豆汤 是特别选自屏隆万丹 外销日本的红豆 下锅前还要彻底清洗做SPA 红豆要煮吃的要清洗 粉成很多 红豆 所以我用力洗 摩擦撞击以后 会把那个当的东西把它洗出来 洗好直接下锅煮 不用泡 好吃的关键秘诀还有这个 这个是盐巴 怕它煮起来会太死甜 再加点盐巴 盐巴下去 红豆也比较容易熟 盐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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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让你拍下去的话 我的竞争对手会很苦 坚持妈妈的骨髮 照起来来走 对食材的坚持 连糖也不放过 这个是特砂 特砂耶 白的 为什么加特砂 不是加红砂糖 特砂 你要会吃的 你会吃出它的那个 糖的那种 蔗糖的香味 可是特砂比较贵啊 对 比较贵 那我们不用那个二砂 你愿贵一点 我们在用的食材 都是很讲究的 就为了蔗糖的香气 所以你又特砂 对 它是无法取代的 也不手软 这现在是蜜红豆 你看 这发亮了 糖下去就会发亮 光是红豆汤就这么高纲 这还不是最复杂的 旁边这锅花生汤更费功 一样一大早得用力洗花生 边洗边做瓶管 你看 这个 这个都要挑掉 这个 OK啊 这个 这个黄黄 黄黄的啊 黄黄不行 煮起来不好看啊 不好看 可是还不好吃啊 这个不要啊 这个你看 这个有点 你跟它炒起一彎 瑕疵 对 所以你在挑的时候 还是会有漏网之鱼 那个很伤眼睛的 所以老婆挑过了 你还是要再挑 挑 对 挑过了 我要再看一下啦 电脑不可能轻肚豆 阿嬷的眼睛在轻肚豆 等于一碗花生汤 到消费者的嘴里 已经经过了N次的挑选 柯大哥笑说 没有办法 妈妈当年就是这么做 阿嬷串好了 阿嬷有口袋 阿嬷有口袋 煮甜汤每个小细节 都得用心细心 柯大哥还要求賣相 强调感官享受 我个人的看法啦 因为我比较龟毛 煮东西的时候 就是该用的食材不能省 该用的工夫不能省 好 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 慢火煮要七个钟头八个钟头 它就是这样 会有那个豆汁啊 豆汁 跑出来 怎么觉得好像花生奶啊 不要像个花生啊 对啊 所以就怎么讲 吃到那种 那种轻轻的 那个就不对了 应该要有一点那个浓稠啦 好 加糖 更要更大方 盯着两大锅甜汤 柯大哥没有闲着忙里忙外 准备开摊 客人会问 会问他为什么要摆这两盘嘛 就让人家知道说 它是宜兰的花生 它是屏东的虹豆 不用北港的大花生 反而选用宜兰花生 贵又小颗 因为这样才能煮得软烂 煮出花生乳汁 那现在是一百一百二 一百 那这个东西我们实验过 煮十个小时都不烂 有些业者就会想办法 不讲了不讲了 你看这个很漂亮 那汤汁呢 又很浓 现在这个样子就是 吃起来就很绵了 但是颗粒没有破得很厉害 煮得最高质量 对 最高 隐藏很多功夫的甜汤 不用多说 客人用喝的就知道 有人一喝很多年 它的那个花生 它都煮得绵绵的很好吃 然后它的那个材料都 都蛮真实的 好像有点默默默 米有点好吃 有那个土豆冷 对 土豆米 你吃看吗 你会知道 你六星期再来 真的 知道吗 还有人跑了好几趟 就是一定要迟到 就特别会让人家想要回来 只要路过就会来 然后甚至会专程来 像刚刚的话 今天就是专程来 因为我前两天也有来 然后老板还没开 所以有先做好功课 下午三点才会开 对 所以特地要来吃到就这样 一定要来吃到 甜汤受欢迎 坚持古早味的半白老店 柯大哥从妈妈手里接下 但其实他对于煮甜汤 原本可是一窍不通 甜汤的部分 就是从头学起 我煮十五年了 营养退休第二天 我就来这边接手 那接手 妈妈就赶快去进医院 左脚要去换人工关节 膝盖 痛得要命 就忍着我赶快退休 那就这样接下来 无缝接轨 那边走了 第二天我就到这边来 孝顺的柯大哥 最放心不下的妈妈 柯周猜 当地人都叫她阿猜骂 当年为了养活六个子女 汉科爸爸从卖早餐 卖水饺牛肉面 到卖午餐晚餐宵夜 超级拼命 就这样全家人投入 三年 把我的爸爸跟我的健康 整个都折掉 我就赶快去烤银行 那我进去银行以后 跟妈妈建议 卖这个甜汤 咱说银子 一个丁 跟一支勺子 这样子 那其他的预备好 那就可以在这个营业的摊子上 你就可以来运作 这一麦就是五十一年 亲切朴实的阿猜骂 也成为当地的活招牌 她很会关心客人 譬如说她今天来跟我婆婆 讲一件他们家什么事情 然后我下次 再来我婆婆都会记得 好像联络感情这样 还来不及享受人生 退休后的阿猜骂 却离患了失智症 做得太过 太过了 敲个一下 做太多了 太累了 她以前在做水饺的时候 一天睡大概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内 太操劳了 现在的菜马 唯一记得的 就是每天要到摊子包到 这个就是店长 我们的店长 你放在电池里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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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她的巢穴 她的大本营 她会明天来熟悉这个屋子 周围的环境 那一些老邻居 会找她 那天 虽然她 不认识她 都可以跟她 然后画两句这样 妈妈的味道 由银行退休的儿子 扛起甜蜜的附和 跟基金会合作 把店铺改造成 华溪街对外的文化官方基地 除了常美食 还可以旅游咨询问路 听公告 而柯大哥也利用闲暇之余 当起了在地猛假的文史刀兰老师 北起那个南京西路 从小这个地方好像就是 算是成长过程 她不断给我很多养分 所以我想回来就是说 帮家里能够 对这个地方有所一点回馈 社稚的态度 传承其实也是包括这个做事的态度 传承的经典还有这一位 花生糖泡饼 用铁汤匙轻轻地把碰饼化开 淋上了甜汤 麦芽馅跟香浓的花生汤 是让人嘴角上扬的好味道 看着看着就想要吃第二碗 但是我下次要吃那个 花生汤加有机蛋 吃起来就是花生汤里面 多一个蛋香 老主顾真的很懂得吃 这花生汤配有机蛋 就是柯大哥改良的 还可以一边沾着油条吃 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好滋味 我们的油条是四点钟下午 上锅的才卖 早上的油条我们不卖 有点老 他们家的花生很像 你看那个阿姨在捡花生 就很好吃 不是一般都是直接买的 就直接倒下去煮嗎 我挑三十几年了 因为这个机器 不可能跟你挑得那么精准 臭脸的 不要倒也要去煮 除了专业挑花生 柯大嫂还传承到 阿菜那的汤圆手艺 我们家包的汤圆是特别的薄 薄 对 我们的汤圆 不会像外面的汤圆那么厚 我可以做一个给你看 你好快喔 这就磨了三十几年了 然后再把馅放下去 然后再把它包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芝麻汤圆 不夸张光靠食指拇指打包皮 七秒完成一颗 搓小汤圆也是很快 一次四颗昏远饱满 以前跟婆婆在一起 就是做这么快 客人多的时候 你没有时间在那边摸索 所以婆婆速度也很快 婆婆速度也很快 而且它做得很均匀喔 它真的每一颗大小 你要不要排起来 排得好漂亮喔 它做的事情很金丁金 从某米江制米团 布假他人之手 也因为要求食材安全 买不到就要糯米 所以人气超旺的芝麻汤圆 今年暂时停卖了 现在一年一年 旧的糯米越来越少 那现在都是新米 那新米不黏 现在对我们最大的难度就是 包汤圆包不起来 我是会觉得说 客人没吃到 我觉得不好意思 你去买糯米 一旦放一年也可以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设备 可以调它的湿度 怕它会有 出问题 跟客人讲说 可能以后都不卖 客人那种 那种转掉头走 失望的感觉 那其实也是刻骨铭心 很捨不得 就是说 这个已经累积多年的那种 那种信任关系 突然一夕之间 好像大家要断的关系 但是也没办法 好像好朋友要接了 对 因为这个配方必须要改 因为不要改 对 对 没有错 煮沸的将近一夹子的甜汤 是柯家人延续妈妈的好滋味 也是蒙甲人的老味道 欢迎收看近集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网路红人怎么会变成 餐饮界女强人呢 这是热血熟女Gina 陈贤酿的故事 原本只是上网 分享减重心得 分享自己的饮食 没想到吸引了三十一万多名 粉丝热捧 要买他的热量调控餐 就这样无心插柳 他真的砸钱盖中央厨房 挖角厨师开始卖餐 坚持健康也要好吃 在网路上卖得吓吓叫 还开了间全台首创 没有外场服务生的无人餐厅 中华麻婆豆腐盖饭 香气四溢 口味浓郁 剁椒串莫尔牛肉面 半筋半肉 面条Q弹 味噌马铃薯鸡肉汤 更是满满香甜 料多扎实 看起来吃起来都很美味的餐点 热量却很低 才三百多大卡 我觉得这是我骄傲的点 因为你不知道说 健康的食物是可以很好吃 跟你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 每一道餐的味道都有它的重点 不像是感觉像吃健康的 好像没什么味道的那种感觉 这个红酒炖牛肉很厉害 有点半斤半肉的牛肉 很入味 就跟外面吃起来的一些高级餐厅 的料理吃起来的味道 几乎是一样的 这两人份大概一千左右 蛮惊讶的 可以那么好吃又热量低这样 有人可以帮我把关的感觉 替民众把关卡路里 老板Gina却压根没想过要做餐饮业 其实我原本就是做服饰业 因为我很喜欢 很有个性的东西 我只卖我喜欢的 我忘记不了 一开始接订单的那些事情 那时候我做的真的是很快乐 我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喜欢打扮 对时尚嗅觉敏锐 Gina从事服饰业十年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很累却很开心 我什么事我都会亲自去做 然后比如说早上清晨五点 你就要到现场开始拍照 然后模拟剧本 员工配好衣服 他要穿所有的照片 配的衣服给你看 这些我都是要掌握住这样 像我去日本一趟 我竟然有两百件衣服回来 不然不到两百件 因为就是任务失败 就是逛街逛得不够 然后找店找得不够 然后等不够都人家 然后没有做功课什么 亲自出国才买批货 甚至包下了工厂生产限定品质 就这样长期处在高压状态 虽然累积的财富却赔上了健康 因为我就是一直变胖 那我觉得很奇怪 在那阵子这个斑变得很黑很黑 就是你用任何的那个妆 你都无法去把它盖掉 对 那时候很胖 他手会发抖 然后因为做服饰很忙 所以他连看医生都没时间去看 就是太忙了 全身都很不舒服 但我无法形容 做也不是躺也不是这样 很痛苦那时候 因为我就会觉得 每天晚上我都在做噩梦 我不是梦到说 我坐的电梯在晃动 就是梦到我一直被人家追赶着 一直被人家追赶着 这种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做噩梦睡不好 开朗的居拿变得易怒暴怒 对 一直生气 如果你问我吃饭有没有 我就会跟你说 那我刚才吃饭你没看到吗 不断地在激怒别人 也在激怒别人 对 就会觉得说别人是想找茶 但是其实自己也在找别人茶 我觉得我老公会比较可怜 我很辛苦 因为他很容易暴怒 对 动不动就生气 要说回来 当初跟他在一起 我是觉得 他是一个很笑容满面 很开朗的人 那我跟他在一起 应该会很开心 奇怪 怎么没有多久 怎么变成这样子 我就 老公首当其冲 常常被低气压扫到 最后俊娜终于去检查 一是判定他罹患了免疫系统疾病 自发性甲状腺炎 可能终生得靠吃药控制 对 细胞病变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终生必须吃药 俊娜的情绪更低落了 甚至对妈妈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我就在我妈面前 跟我妈说 我好想死了 他马上就哭了 他就说 才这样子 你就很想死 那我要怎么办 我就是跟他说 你可以慢慢地来慢慢地做 不要想太多 把那个心情放下 这样子 因为他还有妈妈要一行 用亲戚来伸住孝顺的俊娜 但面临要亲手结束 热爱的服事业 俊娜好挣扎 就是就挣扎那一个月 钥匙不活挣扎这样子 那我老公就说 我觉得我们 你必须要把工作接触掉 因为你现在赚的钱 可能就是以后都是 投入你的医药费里面 因为我十年的公司嘛 一直对一个女人来讲说 她的青春 这个就是在上面了 我曾经形容说 十年了 小孩子也快国小六年级了 你再养个几年 她就国小毕业了 那你突然间有个小孩不见 你会舍得吗 你也会哭啊 对啊 就是一个女人的心境这样子 但是她造成我的健康也没了 不只十年的事业 十年的甜蜜婚姻 也差点因为 Gina生病的情绪触交了 要结束公司的那一个月 我就是第一次跟我老公 我就第一次离家出走 那时候我就传了一封讯息给她 又想要逼她道歉 我就说那我们离婚 结果过了很久 我老公就传来 就依照你意思 太丢脸了 我就觉得 真的算白痴 我真的觉得 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 你看她自己想离婚 然后自己 把火烤烤烤烤的 然后她自己打电话说 那不然 回来 你看她躲不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逼迫我觉得说 我真的应该要 放下我的公司 结束一切了 于是Gina到处去旅行 暂时逃离 也收拾心情 但终究还是得回家 从异常忙碌 归于平静 但人生总要有个目标吧 在哪里 为什么这样站下去 真的不是办法 然后我觉得 难道我能旅行一辈子吗 我老公就是说 那你就 没事你就去运动 上健身房 训练肌耐力 甚至爱上Boxing 现在觉得如何 很舒压 然后好像可以学到那种 就是别人攻击你的时候 防身 你可以有点防身的感觉 你的反应也会变得比较快 如果我以前是个废人的话 那我现在真的是一个 很健康的人 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不太一样 就跟我以前的人生 差蛮多 因为我没有想到说 我会打拳擊 因为你生活上 总是会有一些压力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它给那个 出压出来的话 一直憋在心里 其实很痛苦 那尤其是像我这种人 你们有办法 随便跟人家讲心事 所以就会借着说 又打拳擊这样子 对 而且打教练 教练不会受伤啊 人生的反差 不只运动还有饮食 以前几乎不吃正餐 只是零食 服事业结束后 她开始下厨煮健康餐 我不喜欢吃任何青菜 因为她对身体好嘛 那也没有办法 就只能吃它 所以原本 完全不吃坏的菜啊 对 所以我就把它 把它变成我喜欢吃的方式 所以用蒸的或烤的 然后在健康的前提下 变成好吃的 我会加盐巴 再加橄榄油拌一下它 对 我会这样子 我会喜欢它有点滋味 对啊 那如果说你今天一直是 只过水煮 一直过水煮 其实真的是 很腻 很腻而且 不会这么好吃 洋葱它是可以降鞋子 那紫洋葱呢 它有多的花青醋 不只煮 Gina还偷望分享 分享好的食材 分享变好吃的做法 所以今天做个 这个做的是咖哩风味 咖哩的量不是很高吗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就还好 你不要去买市售咖哩块 那个真的是 我们也没办法救你 如果你自己做咖哩的话 你就可以加 加黄粉 你可以加多一些 那加黄其实 你去Google一下 讲到偷偷是道 其实一开始它也不懂 网友在点书上问 他就找专家 找营养师咨询 慢慢累积之事 你要去了解食物 你才知道要怎么 怎么去使用它嘛 一切就从这两瓶大的 小厨房开始 起初只是单纯 想要分享健康饮食 分享他自己 从生病胖到像大婶 到找回健康的心路历程 和方法 让Gina迅速累积了 31万多名粉丝 Hello everyone 我是Gina 欢迎来到我的live video 其实你要讲起来 很辛苦啦 因为你变成在跟很多人 交朋友 那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还不高兴 因为他为了回答粉丝的一些留言 回到12点多一点 那但是如果太踊跃 真的也很 也是很困扰 开始就会有粉丝说 那我想要跟你一起 你可不可以 也做一份给我这样 那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然后接下来他喊了之后 后面就有加一加二加三加四 对 可是那些真的是不可能的 跟朋友分享还可以 但是要卖餐哪有那么简单 就是我的本师就是网友 就我们现在都变得很好就对了 因为有些人 他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嘛 他们只想要回到家 马上也有人用东西给他吃 对 然后跟小孩有多一点的时光 而不是叫小孩吃饭 然后吃完饭叫小孩去写功课 然后妈妈在旁边做家事 所以他们就想说要搭伙 我考虑了四个月 然后我就答应了他们 但是一个很天真很天真的想法 我们那时候想说 我需要这样的餐食 那我想去找自助餐店帮我做 后来其实这过程当中 经历过很多 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做 真的 因为这种东西太麻烦太复杂 甚至于曾经有一个 帮国内两大超商代工的食品工厂 他就告诉我们 在我这里东西出去是好好的 那你没有天价物 你没有这些所谓的防护的 那到你手上 坏的到底是算你来算我的 那到最后选择 不得已还是要自己生餐 这下可头大了 餐饮经验值零 虽然很认真研究也真的做了 但危机出现了 菜煮过头 宅配又失温 食物又出水 客人收到的餐根本不能吃 他们就说 没有关系 你不要急慢慢来 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 你看 七天总共卖了快一千份 我才赔八千块 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 因为我没有全部赔 他们不让我赔 还有粉丝吃到拉肚子 却不怪他 对 我就说我退钱给你们 然后你们去看医生 然后我赔医药费给你们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 既然你什么都不用说 真的 我还会再订 但是你自己就是订好这一块 这样就好 就是每天都一直哭一直哭 就连做梦你都会惊醒 说菜又坏掉了 那一种 之前生病是做噩梦惊醒 但是菜坏掉是 梦到菜坏掉了 所以先歇夜 把会出水的食物换掉 把旧厂房换掉 再花一千万 盖高规格的中央厨房 重新来过 这里是我们的热厨区 那我们所有的菜 那些切好之后 就送过来这边 拿下加热煮熟的 就会从这边开始 煮好热腾的黑芝麻饭 接着被送到冷却区 是立温宅配 没有办法冷冻 因为是新鲜的 肉类也要冷藏去油 还有个关键步骤 挑菜和称重 他认真看啊 太黄的菜都不可以出去 我们所有的餐啊 全部都是称重 我们不能给太多 因为给太多的话 客人就会变胖 不能让客人变胖 是最高指导原则 这也让曾经在其他大餐厅 工作多年的主厨 一开始很不习惯 我们想可能要大火快炒 甚至你一定要炸过才好吃 那我们这边全部变成说 我们只是可能用稍微 水煮或者爆香一下 整个烹调手法都不一样 他最常跟你讲的话是什么 最常跟你讲的话 我不要变胖 我不要变胖 一开始想说 你这个东西吃了会变胖吧 你这油会不会太多了 你的糖会不会太多了 健康跟美食 健康跟美食 因为像我们是站在厨师的地上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做出来的东西要好吃 那可是站在Gina的地上 他会觉得说 他要健康 对 我们那时候真的有增值 我们后来打到一个共识就是 我不管今天赢的食材多少钱 有时候都已经超过 我们预期的成分 要健康也要美味 历经多次增值和讨论 主厨研发成功 就连自己也因为认同健康理念 身体明显变好了 你说你来这边瘦几公斤 我刚来瘦75公斤 我现在63 真的假的 我来一年 大家来一年啊 这边真的很吵 就一天都赚钱 他会先贯注我们一个就是 你今天如果你不认同健康 这两个字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把健康 带给你的消费者 变健康的还有Gina的妈妈 嫌不下来 干脆到女儿工厂帮忙 将其女儿满食欣慰 毕竟因为吃起来会健康 像我之前也有肚子大大的 那现在呢 现在肚子瘦下来了 也是为了大家健康 为了她自己的健康 所以她 对对对 让我觉得说很安慰 我有这个女儿 午餐时间 员工餐上桌 光是用看的就令人食指大动 美味不夹外球 吃的就是自家的健康餐 任户户现主 这种感觉粉丝们说他们也要 而Gina也真的照做了 邻近内湖科技园区 这儿是唯一看得到餐厅员工的地方 我觉得说健康应该是要 每个人吃得到的 现做的餐点端到保温台 员工帮忙分装 一份套餐不用五分钟就能出餐 141 大家好 这是你的 然后这是今天送的 好 那那个餐具端兵 你可以出去拿 谢谢 我几乎都会站在那个一个角落 然后看他们拿餐的样子 然后看客人吃的表情 这样有没有很满意 或是有皱眉头 在意每位顾客 就像在意每一位粉丝的感受 Gina坚持 好健康也要好好吃 因为东西很好吃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不会在自己在意 我只在意它吃进去 嘴巴的那个温度 人负担的话就自死下去了 觉得这个是做善事的一种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让你的身体变好嘛 这反而是回馈到我自己身上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它像一场梦 很神奇啦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说 我会有载配的热量调缝餐 然后进来之后还会有餐厅 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我而言这一切都还是 很不可思议 现在愿一夜额好几百万的事业 谁想得到 当初只是为了满足粉丝们的 无心插流呢 我很感谢你们当初在那边一直 一直羞恿我 然后一直在那边加一汗怎么样 在那边一直吵 我才有办法出来开这个 不然我是永远不会碰 蔡影夜这条路 因为这条路真的是太艰辛了 太辛苦了这样子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 云林女婿陈俊贤 用心玩料理 像打太极一样 把港式台式料理完美融合 也看到差点失去健康的Gina 用自身精力鼓励有同样需求的人 甚至转化成新事业 再创人生高峰 还有蝌蚪龙是如何坚持守护 妈妈传承的古早味甜堂 这些都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我是廖婷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哥 李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